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李慧儀 環節嘉賓友Samuel Samuel 你好 大家好 話題題大家 如果大家有何故事問 想為專家意見 可以打電話在2804-6566 或者開電郵到ASK at BS.com 令到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上席房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再回答你問題 我和大家看看廣估最新走勢 見到恆治最新報18,092.1跌352.1 國企指數最新報6,173.1跌94.1 大市成交暫時535億 Samuel 市的跌幅比起上午 最多的時候都縮一點 事員見到 趕了幾天的議息會議 結果就出了 一如預料 加息0.75里爾 壓抑通脹 但見到聯儲局的點陣圖顯示 或者之後都會持續大幅加息 見到美股那邊都對了下去 港股這邊都跟 無一幸免 見到今早最多跌成479點 失去18,000點的關口 創了10年9個月的低位 但見到跌最多的時候 都縮回最多200點左右 暫時跌300多點 18,000點都上回來了 市你又怎樣看 以及都預料了0.75里爾 但都要跌這麼多 下個位置又看著什麼位置呢 因為今次就穿了52週新低 連晚8週曾經都穿過 所以我覺得 向下繼續試一些低位 尤其是你說 跟著波多加通道這樣走的話 其實向下試的機會 都仍是大的 你說要找一些叫做反彈的因素 或者說一些吹化劑 其實暫時都仍是沒有什麼 因為你說如果 看著美聯儲的利率點陣頭 大家都預期 11月至12月 加起來應該要加1.5厘左右 其實就比起 之前預計加1厘是多了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你說 整條大數拉出來 美元的一些利好消息 都仍是存在的 還有一個加速的看法 可能對於人民幣的一些走勢 在匯價上 對於港股來說 真是很不利的 所以你說在估值上面 要按到最低的情況下 就有機會令到恆子 下回PBand 低兩個標準差的一個水平 所以你說 是不是真的叫做 還未有得跌呢 其實如果比較悲觀地看的話 就還有少少下調的空間 如果你說以 瓶子的PBand水平來計算的話 平均5年期就是大概做到10倍 至11倍左右 然後現在這些價位大概6至7倍 其實你說如果以過去5年期 曾經最低的一個標準差來計算的話 就是低兩個標準差來計算的話 就有機會要落到5.9倍 5.9倍是甚麼水平呢 就會落到大概15,900左右 所以你說再落一點點的話 就是去到最差或者最悲觀的狀況 就有機會落到16,000點 這些位置 所以你說18,000點 穿了 最差的情況 可以叫做再落到2,000點 因為你說指數上面的 現在這一刻 穿了這麼多年的低位 就是過去5至10年 找不到一個新的支持位的話 你說要再拉下去 或者向下推的話 就要看著 最遠的話去到2011年 那就是低位 都是捱著大概16,300左右 所以有機會可能就 落多一點點都不出奇 你說落多一點點才叫做去彈 都會叫做有這個機會 那首要的目標 現在的價格就算是穿了下去了 那你說要再試一些 遠一點點的支持位的話 那放在哪裏呢 那就第一個階段 就落到大概2011年11月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點點下影線 拍了下去 17,500左右 所以就整數點來計的 落到500點左右 才叫做再想反彈 是的 始終向下機會大大 但我看到其實最多 和現在距離都縮了一百多點 都口順調戲 是不是都不用那麼害怕 譬如如果拿得多貨那些 又不用說即刻要沽了它呢 剛才就說了穿底那個問題 所以就 如果是有一些紀律的話 穿了底就應該要先做指示的 才叫做再想 下一步是否真的叫做可以站穩 或者是今天屬於一個假跌穿 所以可以買一些貨 這些就之後才算 但是第一步 應該都要叫做指示先的 然後呢 你說如果要看整個氣氛的 就拿之前那個最低位來做一個 參考指標 就是說指數 彈得回到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點的時候 才叫做再想 那就比較實際一點 你說當今天大家都鎮瘡 做完止蝕之後才肯彈的話 都是要等到它可以叫做站得回 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點流上 我才叫做會考慮 今天的高位暫時就是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五點 其實跟二百三十五點都還差一點 所以你說高位都還沒有可以彈得回上去的話 那其實我就不會想去繼續鎮貨 或者說去溝貨著 就是說鎮著的一些板塊都有關係 但是暫時如果你說穿了位的 跟著也是一些弱勢的板塊 譬如你說汽車 課網 醫藥 這些全部都是跟近期的跌市有關的話 就一定要沽的了 你說你拿著一些資源類的股份 油啊 煤炭啊 或者說你說一些航運類 這些叫做逆市可以彈得上去的 那也還有理由可以想一下 怎樣鎮貨過夜 或者這些辦法可以撐住 但是如果你說是一路以來 是你拿著的那些倉位 你繼續拖指數下來的 就是港交所啊 或者你說藍醜類的股份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想著了 是的 Samuel都解釋得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現在鎮對的板塊 剛剛提到那些車股 總裁余偉文都表示了 本地銀行大有機會調高那個全貸利率 剛剛看到剛才 匯豐已經說中午的時候 調高了最優位利率0.125 見到這個加息拉 地產股就受壓的 見到新地啊 恆地啊 和新世界跌的最多 暫時的3% Samuel 這個板塊 又怎麼看呢 你知道外面其實現在都在吹風向 經常都說樓市不行的了 有些分析還說今年會再跌8%的 但是其實0.125厘 比我們想像中 好像又不是真的那麼高 整個板塊 你又怎麼看它接下來的發展呢 這次它就加0.125厘 是說加一個P 對於樓價或者買樓的負擔來說 都會多的 但是暫時大家看的 都還不是這樣 只是說覺得樓價的承托力 在近期的趨勢來講 開始就不是很足夠 而且陳某波自己都說 樓價不會斷崖式地下跌 但是其實這件事 會不會也都在暗示 有機會就是陰些陰些下跌 或者還是叫做下跌的空間呢 所以對於只靠以本地消費者為例 即是本地買樓的需求 那個承托力開始減弱了 令到現在的樓價開始會 再加上一些外在因素 就是指息率借貸的問題 這些都會有影響 所以你說本地地產股要回落的時候 都即是叫做直接需要 試這幾個月的低位 尤其是16、17號這些 可能再加上12號 這些影響會比較大 如果你說拿著一些收租類的股份 例如說1997、九智、823、領戰 相對來說防守性都會叫做多一點 但如果你說拿著的是 一些傳統的本地地產股的話 這些時間就 可能你說上一段在低位罵了的 在捱著現在 都還是在捱著一條中線的位置 一些階段 整個3月至9月 他們平均都差不多 算是做了一個環行區間 所以你說16、17號這些 現在這些時間 其實就應該要先指示 或者是指賺了 是的 如果大家有課的 都可以參考一下 Tony你好 大家都可以繼續發問 我和Samuel看了一輛小鵬汽車 雖然剛才都說了 駕著車股都要趕快放 但都要看一看它 因為事源看到最近的車股都比較偏少少 不過小鵬 好像昨天說到有G9的發布 其實也有彈過 但今天暫時跌一乘三 其實他都說過 說G9SUV 預料會成為最暢銷的型號 但是市場都不太賣賬 其實經濟不好 那些車應該都影響很大 那些車子應該都影響很大 事源這些車廠品的東西 你沒有錢沒有什麼都不會去買 但是接下來的車股都不會駁去短線 可以有個反彈 或者其實就算貨銷短線 都是不太適合 可能有些人會駁它 現在跌到這麼低 可能明天又會打彈 如果短線部署的話 都是不是都不要想著 這次的G9 大致上起售價 就是30萬左右 其實都算是叫做一些中端至高端的車 但是量點不算真的叫做很多 所以我覺得 在定價上面算是叫做高了一點 但是你說有沒有一些新的突破 或者一些討論的空間 暫時就在網上的評論區裡面 大家的反應就不算叫做很好 所以就看淡的方向是多些的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只靠這個因素 今天跌了這麼多下來的話 我覺得算是叫做跌多了 雖然你說創一直以來 都是保持著五十字周身低 但是你說跌幅突然之間要去到這麼大的話 的確是叫做有少少誇張 所以我覺得就 再叫做追下去追沽下去的話 機會暫時就不算真的叫做很多 但是我覺得可以叫做望下 在一些大股東的倉位上面 會不會有機會是有影響先 因為我不覺得你說 雖然這次出了那一架的G9 那個的討論就不算叫做很熱烈 但是都未至於要將它推到下去 今天跌一成多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機會跌多了 所以可以叫做看一下倉位上面 是不是有些被人減持的消息 才叫做決定是否在這些位置就追沽下去 還是可以在這些位置撈底 譬如就好像之前整個下跌三角形 它都曾經叫做跌穿了一條項線 大致上那條項線就趴在大概78元 然後你說最頂的一個區間 就是124元 作為上區的一條項線的話 其實這裡就大概是走了大概5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這樣走 再量度多一個量度跌幅的話 那就真的叫做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未至於要去到那麼悲觀 小鵬的定價唯一可以叫做挑剔的就是 三十多萬是一些中高端的車 但如果你說找討論的空間就不算很熱烈 所以我覺得走勢上面是差的了 但是你說向下的空間還有多少呢 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因為被人減持的因素 還是真的有些機構投資者可以在這些位置騙貨 所以先等一等 我覺得有貨沒有貨的話 這一隻要小心點 我覺得這一刻就不要這樣幫我處理 因為應該有機會會跌倒了 是的 大家也留意著 剛才也看到三十萬人民幣入場費 也算是貴的 比平民來說 大家也留意著它的走勢 帶大家的問題 Tony就問納指會下市去到什麼位置 7568和7522 較合式沽空 兩隻都是反向納指的ETF 納指會下市去什麼位置呢 看到其實今晚納指都要跌 之前都說過 你說納指的跌的空間 大致上是7至10%左右 所以你說現在上一次問的時候 應該大概兩個星期前左右 所以暫時其實都未算是真是叫做跌夠 還有你說看著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這段時間除了蘋果之外 沒有什麼一些新的消息出 即是可能你的芯片股 又有一些制裁的問題 或者又有一些中國的客戶 不能增加訂單等等這些消息 所以芯片股就下不了了 然後你說一些平台類的 即是說Facebook 或者說Netflix 這些付費用戶 亦都有一個負面的增長在 即是有一個縮減的情況 所以你說納指一路要回下去 我覺得都很合理 如果你說美國未來這段時間 在利率上還要有這麼強硬的調整 現在說到2024年的時候 都不減息的話 納指一路要繼續回的機會 或者空間都一樣大 所以你說首要的目標 看著之前六月十幾號 即是叫六月十幾號 六月中的時候那些階段 捱著10,600點 其實比起現階段來說 都不算叫做跌得多 即是說你說最多 都是跌多七、八點左右的水平 即是其實跌多6%而已 所以因為這幾個星期 就是由上個星期開始問的 一直以來都繼續回了下來 上一次問應該是11,600 11,700左右 所以現在跌多幾百點 這個再數下去 就差不多一千點 所以看著就是看一看 六月中那個低位水平 就已經叫做會達到 所以大家可以叫做放心些 去等多一會先 是的 即是說到可能回的機會都大 順便回答牛熊 那麼納子期貨 是不是都 像他所說的都可以潑 是的 我覺得可以潑 因為 你找不到一些新的趨化劑 除非你說 有其他消息出來 是支持到可以反彈的 或者說服到大家的 到時候才想 是不是要轉軚 但是如果你說以這個 息率的走向 還有共鎮 你說以那個美元的資產的 相對强弱勢的看法來講的話 對於科網股來講 就很難有承托力 好的 阿宏都參考一下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Samuel都說了 現在可能開一些航空 或者某一些板塊 開對的話都不用那麼害怕 我看到Tony又再問自己138 看到最近他的勢力非常之厲害 今天又再衝高 破頂去到8.6毫半 不過暫時就要回回1.1% 雖然不會 但是比起之前 其實他都升了很多上來 Samuel 那麼Tony就問 以自己138 是不是都出現了射擊之星 要不要先吃了呢 我想他那個位置都很漂亮 我不是很記得Tony幾千拿了 有得吃的話 要不要先吃了 然後等他再回的時候再進去 這次就出了一些下影線 所謂有下影線的話 就未至於 屬於一個射擊之星的形態 反而你說就比較貼近 一個十字星的樣子 所以就屬於一個叫做代變 或者有少少轉向的意味 但是你說比起射擊之星來講 射擊之星就只有取頭 就只有上影線 比起射擊之星來講 就沒有那麼負面 反而比較關鍵 就要看看明天的走勢會是怎樣 如果你說之前 9月21號的時候 是搭一支長的羊竹 然後今天出十字星 明天又搭一支差不多長的陰竹的話 那就需要小心一點 就是因為到時候會出了黃昏之星的格局出來 就變成一支長的羊竹 再搭一支十字星 再加一個叫做下影線 就會比較像黃昏之星的形態 所以大家需要小心一點 到時候看看會不會出現在1138裡面 我會比較擔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今天暫時是第一步出十字星的話 就未算真是叫做最差 你說要考慮是在這些位置 take profit 我都不考慮 就是我都不反對的 因為昨天說過 如果你說沒有貨的話 起碼都要等它真是叫做突破 然後做個整顧先 試一條十天線的水平 之後再看看有沒有承托力 那才叫做再考慮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刻 只是倒下一點一點幾個百分比上來 但是昨天是在用日期高來收 其實你倒下一點幾個百分比出來 都不是很虧的 就是當昨天最高那一刻賺少了 所以我覺得你說在這些位置 可以再take大概三分一左右 然後再看明天的走勢如何 因為今天暫時就屬於一個整股格局 就未算真是叫做最差 還有最低位的時候都已經叫做過了 就是1點的時候曾經就落到去捱住7.8左右 然後慢慢爬上來 所以既然現在不是屬於低落的位置 或者肯彈些少的話 都還有些承托力 所以就不會在這些位置就立刻想沽了 可以想沽了三分一先 然後剩下的那些又怎樣想呢 就是看看明天會不會都是繼續創低位 如果你說明天的時間 穿了今天的低落的話 就繼續把貨減前 那就可以將另外三分一繼續減 那直到你說之前這一條的頸線 就是7.25 都穿了的話 那就等於將9月21日那枝羊竹 完全吐出來的話 那就將剩下的那些吐出來 所以現在想的話 平均的賣出價 就會是現在這一刻 大概7.99就是8元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7.76沽 最後就會是7.28 都將貨減出去的話 相對來說那個得益 其實起碼都能吃完9月21日那枝羊竹的三個階段 好的 Tony也參考Samuel的策略 先吃著一點點 可以拿著 再看看明天什麼情況 我看到牛熊就說有排加息 之前看到一些報道就說 其實那個議式會議 大家都有想 會不會有些訊號 就是說 接下來之後有機會減飯吃 但結果就好像感覺上就不是 之後就會再加息 其實我看到加息這件事 反而看到今天有一個板塊 都好像都受影響 就是一些高估值的生物科技股 Samuel 看到今天若鳴和若鳴康德都要加息 但是信達生物剛才都下跌 不過暫時又回升了1.4% 這整個板塊 你又怎樣看 是不是跟加息事 還有若鳴和若鳴康德 其實基本上應該都是跟上次美國都說 接下來不想再依靠中國 要自己增進各方面的技術 會不會是關這件事多些呢 其實 如果以釀明是跌勢來講的話 都會是 就是你說上一次公佈完消息之後 基本上一路就 當日跌了兩成多 然後這段時間 兩成多已經跌了到53元這些水平 如果你說以今天的低位來計算的話 大概要求47元 然後開始再回53元左右的話 其實就再回多了10%多 所以暫時來說 最多由整個消息出來之前 就63元最多回了大概兩成半左右 其實就不算把整個負面消息反映出來 因為最壞的情況就是 讓明生物 所有的中國訂單都會沒有了 但是 所有的美國訂單都會沒有了 但是美國的收益 佔他們的部分是超過一半的 所以如果你說假設 本身大家預期它那個合理的股值 或者是可以接受的股價 大概是63至66元左右的水平 這些是制裁的消息 未出之前 大家給它那個股值或者市值 但是如果你說 這個負面消息出來之後 美國最差的業務 就是美國最壞的情況 可能會令到它的訂單 沒有了一半的話 那就變成它在消息之前的那一天 那個股價 要剪一半出來 才完全反映這個負面因素 所以最壞的情況 就沒有price in 到出來的 只不過是大家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叫做跌夠 或者真的叫做可以薄反彈 如果最差的情況下 它可以回到下去 35至40元這個 range 所以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叫做 駁一駁先 或者叫做等一等 但是當然了 你的股價 下到這些位置 完全都 條十天線都跟不上 是屬於一個 嚴重超賣的階段 但是暫時又沒有可以到 如果要回到52週升低 即是40.3左右的話 要搏的話 我就不all in 就是說 一來就不是看它的股值是合理 或者說 醫藥板塊有個轉勢 純粹說它的股價跌得太急 或者真的跌得太多了 那搏它做一些技術性反彈的 反彈上去那條十天線的水平 都反彈上五元 就是這裡都起碼有一成多的升幅 你說這樣駁發的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你說大家懂得做止洩的 拿回即時的低位做止洩的 都是輸大概3-4%左右 所以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說 不要太進取了 因為要落到52週低位的機會 都還是有的 如果以剛才講過 收益和股價都要腰斬 即是剁50%的話 起碼都要落到40元這些水平 好 大家都參考一下 如果留意這隻藥明生物 都可以想一下 剛才Samuel所講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參考他的意見 好 另外牛洪就說 剛才都講了納子 可能有機會都會再向下的 都可以投入大牛洪 現在又想二選一 投入納子好些 一定是投入道指好些 道指其實硬要跌五百多點 局勢都是差的 Samuel 如果二選一 哪一樣又好些 如果你說以個股值來計 一定是 納子的股值叫做比較高些 你說要投入的空間都大 道指的 都同樣地會向下 但是因為它有些工業股在頂著 所以我就不肯定 到時候你說會不會是 就是靠著一些重工 或者說一些油股 彈上去的話 可能那個跌幅 即使大家可能都是同一天調整 或者都有一些跌幅都好 你說要吃那個的幅度 就未必吃得罪行 就是無論是看對邊還是看錯邊 就是假設大家都看對邊的 都是向下的話 那你就吃少了 然後看錯邊就更加不用說了 反正都是兩邊都錯的 所以 道指近期這一段時間 都是叫做拿回 五年期的PE Bank 如果你說以 剛才看恒指 都是看五年期的話 現在暫時就貼著 那個五年期的那個 平均水平 那就未至於 好像剛才 恒指這樣 恒指這段時間 已經落到 以恒指的五年期的話 就已經落到去 穿了一個Standard D 一個Standard D 一個Standard D 就會是擺起八倍 就是靠著兩萬二千四左右 其實就穿了 所以就唯有看再下一個階段 但是如果你說 道指這一段時間 都是靠著在大概平均五年期左右 這些水平的話 會不會即刻要推下去 低一個標準差呢 其實就 最壞的情況 要落到去 14倍的PE 左右的話 我覺得那個機會 就不算真是很大 現在暫時就貼近 低一個標準差 所以 是不是要落到去 兩個Standard D 我覺得那個機會 就未算很多 所以 如果大家 都是看那個方向 都是看下去的話 那為什麼不買 納指那邊的向下呢 就是你說向下的科技股 或者你說的醫藥股 都是屬於弱勢的板塊 但是你說道指 有隻蘋果 還有說 有些油股 在那頂著的話 即使要跌 都吃不完那股跌幅 是的 那牛熊你也參考 如果二選一的話 就偏向納指 就撥回好一點點 你自己都可以參考意見的 也謝謝Samuel 你詳細的分析 問題答得七七八八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